哈喽,大家好,我是Serena 今天我要做的是一个10分钟的快手菜,香煎豆腐 我会用到这个比较老的豆腐,就是超市买的写着Foam Tofu,就是比较老的 因为这样我可以把那个豆腐的每个面煎一下,然后煎成金黄,有一点脆脆的口感 当然用嫩豆腐做菜,做家常豆腐也很好吃,就是另一种口感了 首先将这一大块的豆腐切成小块 然后再切一些葱花 在锅中加入食用油,将切好的豆腐铺在油上面,然后开大火 在豆腐朝上的这一面,撒一点食用盐 将豆腐翻面继续煎 给豆腐翻面的过程中,还可以将中心的豆腐移到周边来,将周围的豆腐放到中间去 因为锅的中心一般受热比较高,这个锅不是平底的锅 所以受热不是那么均匀 所有豆腐都翻面以后,在这一面也撒一些食用盐 再撒一点胡椒粉 加一点生抽增添鲜味 加一点生抽增添鲜味 最后再撒上切好的葱花 翻炒一下,让葱花和生抽的味道跟豆腐均匀地融合在一起 然后就可以关火,盛出锅了 这道香煎豆腐主要的时间是前面煎豆腐花了几分钟 加生抽和葱花并不需要炒很久 轻松地翻炒一下就可以了 这道简单又美味的十分钟快手菜 香煎豆腐就做好了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